赌上生命放马过来吧 洛奇亚爆弹 明明身为宝可梦无应篇的剧场版 却间接催生出了往后的经营版游戏 同时作为一部原先打算提倡环保议题的电影 洛奇亚爆弹最后却是因为精彩的神兽大战 而被众人所记住 成为了经典的电影版之一 哈喽大家好我是信 在上次的影片中 我们提过超梦的逆袭 上映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后 随即在隔了一年之后的1999年 宝可梦就推出了第二部剧场版 洛奇亚的爆弹 然而有趣的是 其实这部作品是采用着无应版的设定 因为当初这部电影版上映时 经营版的游戏根本就还没上市 当时洛奇亚的定位 原本是要被安排成 为了要在剧场版出现 所设计的限定宝可梦 而非现在我们所熟知的 影版游戏封面神兽 而后在该剧场版 同样取得相当漂亮的成绩单之后 当时开发进度 十分延宕的金银版游戏 才选择回流剧场版的设定 将洛奇亚作为银版的封面兽 甚至一开始这部剧场版 都并非叫做洛奇亚爆弹 而是被命名为 幻之宝格梦X爆弹 因此我们回去看 以往的电影海报时 都能够看到在标题的后方 有着一个大大的X 同时本电影版也同样加入了 探讨社会议题的剧情 选用了对自然环境破坏的反思 并首次在剧场版内出现 神兽间的互相交锋 小时候看到神兽互相战斗 真的会被那个画面震撼到 以至于很多人就算记不清 洛奇亚爆弹的剧情在演什么 或者忽视了地球环保的议题 也都会记得三神鸟跟洛奇亚 打出一场毁天灭地的世界大战 这也影响到了 后续宝可梦电影的制作路线 今天的宝可梦回忆录 要带大家来看看这部 宝可梦剧场版2 洛奇亚的爆弹 究竟讲了怎么样的故事 而神兽洛奇亚 又与小智等人交织出 怎么样的火花呢 现在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影片吧 Let's go 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以追踪最新的宝可梦回忆录 另外本频道的会员机制已经开始 有兴趣了解的朋友 欢迎用电脑版YouTube 到本频道的首页点选加入 看看各种会员福利哦 洛奇亚爆弹的时间点 是发生在动画原创的 橘子群岛片时 本次剧中的反派 是善用海克斯科技的 疯狂宝可梦收集家 吉尔路泰 他是宝可梦电影史上 第一个人类反派 为了满足自己的收藏癖好 也为了见到传说中的海之神 吉尔路泰开始了自己自私的计划 先是在火焰鸟的亚西亚岛上 疯狂的投资冰冻蛋 不断破坏着岛上的生态环境 而入期被引出来的火焰鸟 不抵准备充足的吉尔路泰 被使用高科技产品捕捉了起来 在这个剧场版中 对于三神鸟宝可梦 有加入一个设定 它们有着平衡天气的特殊能力 只要少了一只 世界的天气都会失控 反映了人类不该侵害大自然的概念 当时在船上的小智等人 被火焰鸟遭到捕捉之后 所掀起的暴风影响 意外的来到亚西亚岛上 并得知了当地的传说 当冰之神、火之神、雷之神 同时被人类触怒时 它们将会毁天灭地 而这时海之神将会现身 试图拯救即将毁灭的世界 然而若无法出现优秀的控制者 凭其诸神的怒火 海生的努力将会是徒劳 世界人终将走向毁灭 而这其实就是对应了 本次剧场版的剧情 所谓的冰火雷三神 也就是对应着我们都熟悉的三神鸟 只是当年闪电鸟还没风平被害 而这个天气探讨的设定 也影响到了未来几年的游戏设计 比如说红蓝宝石系列 它们就直接把这套设定 从电影搬进主游戏的剧情 只是天气崩坏的象征 改为了盖欧卡跟固拉多 镇压天气的职位 则是给了裂空座 随后画面来到小智妈妈这边 这天大木博士 依照往常一样过来串串门子聊天 却突然发现天后异变 一下大雨一下又下冰雹 宝可梦们也纷纷往同一个方向前进 整个世界开始混乱了起来 随后众人参加了当地的祭典 身为训练家的小智 按照岛上的惯例 前去寻找三神鸟的圣物 第一站就是搜寻火焰鸟的圣物 同时基尔路太也同样搜寻到 闪电鸟正往火之岛前进 于是他也往火之岛前进 就当小智在皮卡丘的带领下 成功的取得火焰圣物时 闪电鸟闪现在岛上 无差别的用闪电攻击众人 众人不解为什么闪电鸟 会跑到火焰鸟的岛屿上 随后是在皮卡丘跟闪电鸟的一番交流下 大家才得知了火焰鸟的消失 此时伴随着闪电鸟的现身 幕后黑手基尔路太也再次登场 用一样的方式捕获了闪电鸟 并将小智等人也一并抓到了飞船上 而三神鸟被抓走两只之后 世界天气不再平衡 剩余的急动鸟它就更加的失控 全球的气候也变得更加糟糕 此时大幕博士解答了真相 原来世界会有这样的改变 是因为这颗星球上 一直都是靠着三神鸟 互相牵制住气候的变化 让环境保持在微妙的平衡 而现今少了两只神鸟之后 整个世界陷入了大雪纷飞的天气 即将慢慢步入毁灭 宝可梦之所以往同一个方向赶去 也是提早预知世界的灭亡 正在试图以一己之力拯救世界 这边其实就是本次电影的主题 讨论着人类像是为了发展科技 不断的对大自然造成破坏 终将会引来大自然的反扑 而后画面回到小智这边 一起被抓到船上的他们 打算去拯救闪电鸟跟火焰鸟 最终在各个宝可梦的招式下 引发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爆炸 成功释放出了火焰鸟 火焰鸟也随即破坏闪电鸟的笼子 两只神鸟重回了自由 马上破坏了这艘飞船 小智也在此找到了属于闪电鸟的宝物 然而三神鸟见面之后 却并未止息他们的愤怒 急动鸟想要继续扩张自己的气候 另外两只急着想要抢回自己的主导权 三神鸟见面反而互相开战了起来 这种神兽互相交战的场面 在当年是史无前例的 看起来真的超级震撼 也是许多人在洛奇亚爆弹中 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剧情 随后小智等人的船被波及 从旋液摔下去时一道水龙卷拯救了他们 随后小智再次冲出去 打算阻止三神鸟的斗争 但却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随后水龙卷再次升起 传说中的海神洛奇亚正式现身在众人的面前 这边也要跟大家解说一下 可能会有人疑惑 洛奇亚他明明是海神 为什么属性分类上 却是完全看不出来的超能力属性 这其实是因为在早期的游戏设计中 超能力属性的宝可梦 总让人直接联想到强大的印象 而且超梦的超长表现 让不少人觉得超能力才是最强的属性 所以制作组最后采用了 让洛奇亚也是超能力属性的设定 而当初编剧也有提过 大海是孕育生命的象征 应该要具备着母性 所以他们希望代表海之神的洛奇亚 能够选用女性配音员 虽然很可惜在电影版中 这个设定没有被采用 但其实在后续的动画中 这个建议是有被回流到本篇的 制作组后来找了女性配音员 诠释出了洛奇亚妈妈的形象 随后三神鸟与洛奇亚展开了一场恶战 三神鸟合力对抗着洛奇亚 不断的对其发起猛攻 而如同对应传说般 没有遇见合适控制者的洛奇亚 始终还是寡不敌众 被三神鸟合力击中摔入了大海中 随后呆呆王再次提及传说 引导众人看向小智 将希望寄于他身上 希望他能够成为传说中的控制者 于是弗鲁拉吹奏其海之歌 让洛奇亚再次现身 而洛奇亚也用心电感应 告诉了小智三神鸟的战斗 造成了现在世界失序的天气状况 而这都是可以被控制者所调停下来的 但前提是必须找其对应的宝物 于是为了拯救世界 小智说出了本次的标语 赌上生命放马过来吧 我们不会把马换过去啦 并与宝可梦们动身前往冰之岛 而三神鸟也跑过来阻止小智 于是宝可梦们展开激烈的大战 但由于被战斗所波及 小智赶入的雪橇遭到破坏 正当众人灰心之际 最善良的反派火箭队赶到 提供给小智他们自制的求生艇 成功把小智送到收纳宝物的地方 随后洛奇亚见宝物到手 载着小智等人打算回到祭坛上 而这也是小智在动画中 首次骑程神兽战斗 是一个值得的高光时刻 而最感人的一幕到来 为了不拖累洛奇亚的火箭队 选择自己放手坠落 也要成全小智等人拯救世界 可以说火箭队他们之所以讨喜 正是因为他们被塑造的富有血性 而不是单纯的耍白烂妨碍主角 该出手帮忙的时候 他们绝对不会吝啬 幸运的是原本打算豁出性命的火箭队 恰巧摔入了碎兵区的海水中 捡回了一条命 而后正当小智与洛奇亚 继续向祭坛前行时 前面被击落的吉鲁路太不甘心 试图想要去捕捉洛奇亚 这个角色是真心恶心 为了一己私欲 能连世界的存亡都不在乎 同时这个角色想讽刺的现象 为了个人主义破坏地球的生态 在20多年后的现在 这个只有更严重的倾向 被攻击而受伤的洛奇亚真的动怒 使用一发气旋攻击 就打爆了吉鲁路太的飞船 却因为不堪负荷过重的伤势 摔入了海中闭上双眼 而小智与皮卡丘也坠入了海中 因为寒冷而失去了知觉 差点又在剧场版KDA的D再加1 最后是在小霞奋不顾身 也跳进海里的拯救下 小智与皮卡丘才得以获救 而恢复意识后的小智 连忙将三生物放满 伴随着祭坛发散出的光芒 弗鲁拉再次吹起了海之鸽 终于安抚了三神鸟的愤怒 洛奇亚也成功得到治愈 再次飞出水面 载着小智跟皮卡丘 飞到空中一览风景 世界正在慢慢地恢复原样 原本被寒冰冻住的冰原 变回了生机盎然的绿地 世界重获新生 免于了毁灭的威胁 小智也在这个剧场版 真的成为了能够拯救世界的英雄 洛奇亚爆弹到这边结束 对不少观众朋友来说 这部剧场版也是一段经典的童年回忆 因为它的作画真的非常精美 而且冒险格局超大 到现在都是一部难以超越的电影版 洛奇亚爆弹的内容 相比起满满反思的上一作 剧情是较为平直容易理解的 但壮阔的战斗场面 跟小智等人的表现 让这部剧场版看起来 就像一部英雄史诗 我相当推荐大家都去看看 这部剧场版作品 分数我给到8.5 不知道大家对于洛奇亚爆弹 有着怎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喜欢这影片的话 麻烦一个喜欢 也麻烦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记打开小铃铛哦 因为订阅了不见得会跳出 通知你有新影片 想要追踪我日常生活的朋友 欢迎来追踪我的IG 那么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掰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